都幫我問出來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以前有四種的運輸工具 一個叫中央鎖道 就是你剛才指的這個地方叫中央鎖道 中央鎖道是這樣子 它的地基是這樣子 可是它的那個台車 它把它做成平面的 就這樣有一個三角形這樣子 這樣子拉上去的 中央鎖道 這個大部分是在運物資或是運人的 叫中央鎖道 然後再來一個輕便車道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上面對輕便車道 就像我們講五分車或商車 那種叫輕便車道 還有一個空中鎖道 就是纜車那個方式 然後一個無機鎖道 它是在地面跑的 然後無機鎖道它在地面上 但是它是斜的 它大部分是運物資的 然後就在那個地方把東西運上去 待那個地方就轉過來 倒下去又上去了 就這樣子一直在循環的 所以叫做無機鎖道 還有剛才各位 我們在我們的遊客服務中心 那個遊客服務中心 以前是我們的公路局的車站 公路局的車站 在我們這106線道還沒有開動之前 我們靠的是輕便車道 經過九份到基隆 那個有一個水源會館 如果基隆的人應該知道 那水源會館在哪裡 到那個地方 然後再把那個 那些礦石那邊裝船 送到基隆港 再送為日本去精煉 我們這邊只是初戀而已 剛開始初期的時候 是這樣的 那個地方 後來106線道開通了以後 我們有一種公路局 以前叫公路局 後來叫做台契 現在叫做國關公司的 就會有車子開到這裡 以前的公路局的車子很小 它有一個頭是凸出來的 小小的 如果你們看照片可以看得到 那最後一班車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要下去就太晚了 所以我們那個地方 那個服務中心的二樓 就可以讓司機跟小姐睡覺的地方 司機跟小姐 好多腦筋都這樣子想 每個人會找到這個地方 都明天分開睡 如果大家不要睡在一起 也沒有我們的關係 會開開玩笑 真的開開玩笑 然後第二天早上的時候 第一頭班車 他們就開出去了 就開出去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把那服務中心 就把它裝潢成那個原來的 那個 原來的那個汽車 公車站的樣子 讓大家去懷念以前的那個時光 然後在它的對面 就有一部公路局 不過這一部公路局 已經是比較新的了 當然是我們現在在用的前一騎 它在前前前騎的那種小小的車子 對對 有一個這樣 有一個車頭的 那個是這個 所以我們的服務中心 就是以前的公路局的車站 也是司機跟小姐睡覺的地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